台湾的人我们自己如果知道现在乌克兰的遭遇 当然要更谨慎嘛 乌克兰备战八年就打起来了 你有军队理论上他就在备战 你不要特别强调 你应该做的是说怎么样不要让战争发生 我们对大陆要有另外一个比较积极的心象去跟他交流 而不是像现在好像讲到交流就好像要被统战 你为什么要担心交流呢 为什么担心人家跟你来所谓统战呢 他好了你也稀说有什么关系呢 你好的难道你就怕你好的东西不见了吗 不是说你很自由民主吗 民进党什么时候把台湾的人变成这么样的没自信呢 那今天跟各位朋友介绍我就像我这里主题所讲的 主要就是说我们希望弄清楚这战争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现在开始的时候会谈一点 现在几乎不太讲 你如果不讲发生为什么会发生 到时候责任应该谁负 乌克兰未来的重建 应该怎么样分担这种责任 这些东西都离不清了 那我第一个就讲我们台湾的一本书 就是说让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这方面的资讯环境 刚刚我永远刚讲的 跟欧美的主流基本上一样 那当然不是说欧美或台湾的 都已经封闭所有资讯了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像比如我们自己 就不可能提出一些 我们看到整理出来不同的事实跟观点 所以他没有办法完全封闭的 所以说这个系统大概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如果看最多的 为什么会战争呢 那俄罗斯就坏蛋 坏蛋会打的还有什么问的 他本来就是这种天生 就是这会看到人就乱打 是吧 那真的他真的是有这种帝国野心吗 我想我们要弄清楚 那第二个 反对的人常常会讲 那就是你美国在那边挑衅 你从那个布里辛斯基 98年写的大棋盘就在讲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棋子 就是国际战略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说那个 就是俄罗斯就是你的一个敌人 就一直这样讲 尽管那时候已经 冷战已经结束了 他还是这样讲 对吧 所以有一部当然就会讲 就是你美国执意要一直做东扩 那当然这个可能是真的 可是有一个爱尔兰的学者 讲的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他的形容是这样 就是说 基本上是你俄罗斯 是你那个北约美国 跟这个基辅 跟你互相违用八年之后呢 你把子弹上膛了 那现在问题是说 是他上膛了没有错 就是你的一直挑衅 一直这样逼他 对吧 可是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扣板机吗 这个恐怕我们也要考量一下 第三个就是说 刚刚已经相关了 就打起来不是只有你俄罗斯打你 难道你负责任的一个政府 会让这个战争发生吗 还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事实上是战友是求战的 跟黄老师刚刚讲 台湾现在好像至少表面上 你看到各个政党都是要求和 那这个 俄罗斯克兰这个基辅政府八年来 2014年来 是有一些迹象显示说 它并不是那么样的位战 至少可以这样讲 那不是那么位战 可能就后面有老大在撑腰 这可能是这样子 那最后我讲这个 还未来有点太早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没有人知道 这个战争什么时候会结束 虽然一开始就有人讲 如果没有美国同意结束的话 就不会结束 一直有人这样讲 只是说这些事情 我们也不能讲太慢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我当然提一下这一个 这本书是我们一个网路媒体 那个报告者 他们有一批记者出去采访之后 回来写的采访文集 我算了一下 它里面有12个地方 总共16页提到 2014年发生的基辅事件 光潮事件 那么或者他们就会 光潮的革命或尊严 但是另外一个说法 证据也蛮多的 就是一个政变 那我们这本书呢 里面从来没有政变这个字 全部都是说 可能就是说是一个 追求公民社会自立自主的一种运动 推翻了这一个 情恶的一个不良的政府 大概都是这样讲的 就大概有 算一下整本书 大概有这么多地方 那第二个 他赢了这个乌克兰裔的哈佛教授 因为哈佛代表大名声 我们台湾现在有点可惜 就是说赢了这个都是一种观点 他这个 Procky这一位教授他的书 他也不提广场政变 他完全讲他的 这个不符合学术 你应该辩论说 他讲政变不对 他连提都不提 把你当成不存在 那你怎么辩论呢 无从辩论 所以我们那个平行空间 其实我们应该是讲究说 他们把我们看成平行空间 他们不理另外一边声音 那其实我们是很清楚 对方是怎么讲的 像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引了书去这个 不是引另外一个 比如说 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 那个Colken的教授 他写的意思 他都有对话 为什么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这样那样子 对 可是这个哈佛教授的书 完全不讲这一个 那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比如说到台湾过访问过的 乌克兰的有名作家说 英美最知名的 他这里有讲到 普丁说最大人生悲剧 就是苏联解体 他要政府乌克兰 重建大洛斯的苏联帝国 那这样赢的话 当然就很符合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审言 对吧 那接下来就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这次如果不抵抗 下次就是其他国家 就是不过XYZ 就骨牌效应 对吧 当年越战的打战 也是这种逻辑 就是说 如果不挡下越南这里的情况 骨牌一直下去 我觉得说 乌克兰不是只为自己打仗 为自由世界要打仗 那这个声音 我想我们也常常听到 等一下会再看到这个事情 那最后一个 刚刚我们上一场也提到 准备备战 那他乌克兰这位作家 还会说 我到过你们台湾 你们知道 你们旁边的国家 本质不会改变 请你们为了要发生的事情 去做准备 这个书大概主轴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从这样讲 我们的书 其实比西方的主流更主流 因为西方主流 比如说纽约时报 还曾经刊登过外稿 说发生战争 都是西方的错 当然这个是一个 非常少数一篇 可是还有这个 我们这个书 整本没有这个东西 那乌克兰 纽西兰这个事情呢 也可以透露出 就是说西方新闻界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调查报告 上个月差不多 一个月才出来 他是说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因为他是接收 透过各种外电 接收之后 他因为他也有看其他资料 他觉得 光是这样讲不太对 他有点像我们台湾的综合编利 台湾综合编利通常不会说 他从哪里来 他就综合编利 所以他就把说 当他那个外电写到说 是国产革命之后 他增加一个 有人说是政变 然后就是说 像说俄罗斯特殊军事行动 或者我们讲入侵 这个是有他的一个关切 是一种 认为现在基辅政府 非常的极右倾 然后对他们自己国家人民 乌东区的母语是说 俄罗斯语的人呢 有很不好的一种对待 纳粹话 他说这个俄罗斯很关心 这个事情 那克鲁比林公也讲 就是说 我们俄罗斯人被你骗了一次或两次 明斯克协议就在白俄罗斯的首都 明斯克签订的协议 如果执行呢 根本没有往后的战争 所以他就加了这一些 那加了这一些 其实我们如果有注意这事情就无足为奇 可是你看在纽帝兰的公共电台 会被主管因为有人抗议了 主管就骂他这一个记者 说你这个是挺支持克林普林公的热视 那他就说你这样不行 我们要用我们行动保障 我们纽西兰不要受这一种不识资讯的一种影响 那当然这个访问就问了 就说那你们自己政府呢 同样的一个记者 访问过两名的纽西兰的知名学者 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纽西兰不能够完全跟美国的一个外交政策 当上一讲的时候 你们那一个立刻介入 立刻把我平衡起来 访另外的学者加入另外的声音 那你们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好像他这个记者这样做 就是一个犯规的事情呢 那另外一个下面你可以看到 美国大政党的一个有点像类似 比如说现在国民党党者朱立伦 他也在讲说说 那我们纽西兰不能够完全跟进美国的政策 这太危险 媒体报道都不报道 对吧 那在讲这个意思就是整个对照起来 他们不容许这些异端的声音呢 有太多的一个出场机会 也有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讲说 台湾跟那个有这样的一个类似情况 那帝国的野心呢 你来看这个 我们不要讲太久 就不要讲推太久 就是说 讲比较近的 就普丁刚刚崛起的时候呢 英国的报纸特别是就描述到 清楚的是我们西方的敌人 那歇斯底里像是这种 前KGB暴民的组织 无情战争领导人 那他的俄罗斯形象最糟糕的是在 2016年发生在美国的通俄门 美国通俄门他就是说他自己的民主党 希拉罗的选举的失败 一刚开始都把他讲成说是这个俄罗斯在搞鬼的 那里面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这个 我们左下角这里你看 这个英文不知道怎么念 Snyder或Snyder 很可惜 他的书里在台湾有翻例有七本 所以我们奇怪 翻例的书都是 为什么都是这样的一些专家的书 这个要考察一下 他这样一句话就很生动的描写了 当时美国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丽报 西线跟主流媒体 我们讲MSN这种 对俄罗斯的扣帽子 我们不需要在我们自己土地书 知道什么叫出去战争 这个滋味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就是我们输给俄罗斯 而且是川普赢的选举 但是通过我们的事情 后来已经有各种的研究 包括这种对脸书各种东西的研究 就是说根本俄罗斯对这种影响 维护企业根本没什么影响 比如说他花了脸书的钱 只有六万七万美金 相比美国那个差距太大 那说他这个使用脸书的人 大概只有多少 那最后甚至更戏剧性的一个发现 真正干涉美国选举的是乌克兰 乌克兰的宣口政府 希望民主党赢 所以做了很多工作 所以这个都是颠倒之外 然后在今年年初呢 美国的旗舰 高律下新闻评论有两万多字 由老记者写的调查 原原本本的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不是这样的话 他的恶劣形象已经在流存了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表现 都是这样子 那你看这个是战争以前 战争之后你看到这个情况 普林有这种恐惧症 罹患癌症 失智 他长期复顾累顾存 暴怒 你看这个图片是这样 那我们为什么写自由时报呢 自由时报基本上是会 转载这个东西的 其他报史大概不会那么样的 高兴的来转载这个 都会比较谨慎一点 那么英文的 我们就不要大概稍微 浏览一下就行了 那这些字言呢 我让我简单念一下 就是说普林是独特的 俄罗斯法系 是主义品种的奴仆 他的国家对乌克兰 对西方 对自己人民的威胁 是很严重的 普林没有办法再回去了 他不但会地理扩张 也会进入人民的生活 就是暴君 他不但是会对外人 继续扩张 他对人民的管制 越来越严格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这个形象到现在呢 基本上还是这样 你看经济学人 就是不要财经 他就说 研究普林的人呢 以前只是说他贪婪 满腹委屈 那普林集团是个黑手党 那还有这么一段 那这一段 如果你现在看起来 外面当然有人在讲 就是说是你美国的施策 把中俄 他本来也不是那么样的融洽的 也有他各自的历史上的一种 冲突跟矛盾 你把它推在一起了 可是他这时候 他就讲究说 即使俄罗斯必须向中国低头 他也要背离欧洲 他不讲究是欧洲 都不肯接受这个俄罗斯 我把它讲成这样子 那金融时报是上个礼拜的 还是都老掉 我讲这个就是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这样的说法 从一开始 从以前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这个样子 就普廷认为 崩溃是一种大羞辱 那要控制领土鼓动恐惧呢 才能够满足他的一种欲望 对吧 那乌克兰独立已经30年 91年到现在 普林还是不肯接受 乌克兰有权利 受到自己的命运 金融时报比如说 也是有专家 有这样的一种 应该算是莫须有 他只是一直指控 因为坏蛋只要被暗上罪名 一直都可以成立 这样一个状态 那亚特兰他的council呢 是美国重要的智库 那他的 我看有280个研究 你就跟一个小型大学差不多了 他还是讲 这里是这样的话情 那普林就是这样子 普林就是说 两个是同一个民主 所以我们应该就可以 有权利把你这样那样子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完全跟这个 不一样的一种理解方式 那普林的胃口不是只停留在 前这个苏联的一个时代的 一个共和国而已 除非把普林挡在乌克兰 否则他野心还会扩张 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看到 都是这样的一个声音 这样更严重了 连文学家我们所知道的 著名的19世纪的第二文学 托洛斯基 对吧 普希君 都被讲成说 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 都没有注意到 这些人有帝国的心态 都没有注意到 就是说对他们 对犯罪都有同情之心 那当然不是说 所有人同意 他在那边这样讲 可是这样的声音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右边这个在 普林邦斯就讲 就是说 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作品 充满了帝国主义的论述跟残忍 那我们自己当然不是 文学专家不敢评断这个 只是说 我们好像也没有这样 听说这样的说法 那虽然现在这个说法也有人批评他们说 你们不要因为痛恨现在的俄罗斯的一个入侵 就好像把他打翻这所有的东西 可是这样的东西就已经在出现了 然后接下来你来看 我想朋友可能还有一个印象 大概一年前 这个杜金 他因为他女儿 因为他们是所谓极右派 对吧 极右派就是说要恢复我们光荣 俄罗斯 就是说比较接近那一个 他们被指控的罪名 就是说恢复帝国这一派的一个思维 那么他女儿的记者 也就是被爆炸车车爆炸 暗杀死了 你来注意一下 同样的 我们台湾报导跟英美主要传媒都一样 我们只看中央社说是普京 杜金是普京的大脑 封传媒说是普京是国师 中国社报说是普京大脑 苹果说是智囊 联合报是大脑 是国师 亚洲周刊基本上是一个 对美国很有戒心的刊物 他照样用这个指引 也就是说 就有一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呢 并不是说因为你对某个国家有戒心 你就不会使用它的语惠 因为你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语惠可以使用 你也照样这样讲 这是一个例子 接下来去年9月27号 我想很多朋友也有印象 就是说北溪2号油管一千多公里 完成没有用 然后股东最大当然是俄罗斯51% 另外第二大股东就是德国 被炸掉了 那被炸掉了之后呢 这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我意思就是说 基本上就是 我讲美国的专业传媒简直是破产 就我们专业观点就是不可思议了 俄罗斯的财产被爆破了 有人会爆破自己的财产吗 他如果不卖给你瓦斯 天然就关起来不就好了吗 可是你看 华盛流报 Brunberg 通讯这个媒体 纽约时报 Vox NPR 它的公共媒体 美联社 通通都是这样讲 只有俄罗斯会干这种事情 奇怪了 俄罗斯为什么干这种事情呢 都这样问 那只有一个人 就是共和派当时在Fox 富士尼斯特的Carson呢 他讲了 他讲就是说 不是这样子的 很可能 结果他这样讲了 华盛流报立刻把他名字变成俄文 然后说只有俄罗斯的走狗 同路人才会这样讲 更有趣的是右边这一个 纽约克 他说 CIA的全局长说 最大嫌疑犯一定是俄罗斯人 然后曾经当过俄罗斯大使的 现在是智库的研究员 他说 俄罗斯爆破自己油管呢 而不是说把它关掉天然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让知道说 俄罗斯让知道说 领导者本来是疯子 为什么让他知道是疯子呢 因为去年九月的时候 俄罗斯战场上比较不利嘛 对吧 科尔松一些东西 都乌克兰都重新光复了 所以他就说 俄罗斯现在战争不利 他让知道大家疯子 他不叫他 我们叫他小心 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可以想象吗 亚特兰大这个Atlantic月刊 也是知名的月刊 对吧 住过这个 俄罗斯大使的 也讲出这样的话 所以是匪夷所思 那为什么我们等一下说 他这个匪夷所违反专业呢 你等一下看到一些对比 你会很惊讶 我们先看来看 俄罗斯有没有野心这个问题 可能朋友会知道 叶尔卿是非常亲美的 他在美国92年 93年的演讲 葛哥巴切夫的回忆录 听了之后 简直不可惜 怎么可以把我们俄罗斯 贬低成这个样子 为了要讨好美国呢 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全面倒向 美国的自由上体制 民调当时也有 93还是94年的民调 他们问就说 你们俄罗斯人 如果你们希望 国际上有个伙伴 你们最希望哪个国家 是你们的伙伴 74%人的高达 说要美国 那普廷在2000年 参选那个时候 你为什么要访问他 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很多人都在引用 那引用之后 是不是相信是一回事 可是引用这句话 普廷说 任何人对苏联的消逝 如果都没有悔意的话 那就是没有 情感上就是没有心肝 可是如果还有人 要让他苏联附身的话 那没有脑袋 就不理智了 这句话 当然很多人 就从另而解释 不过他确实是这样讲 然后隔了一年 911事件发生之前 布希小布希总统 跟普丁在 斯洛巴尼亚一个见面 那他那时候 小布希有一个名言 说他看了普丁的眼睛 看了他的心 然后表现了它好 看着普丁的眼神 是说惊而天人 说这是一个 那911发生之后 普丁是第一个 打电话过去 表示同情 因为他们俄罗斯 前苏联也有很多 中亚地区 有这一种 伊斯兰 然后也有这种极端分子 所以他第一个 打电话过去 就是安慰 慰问 慰问之后他还讲 说我们在东亚 还有些军事基地 如果你们需要用 你们可以用 就是说是很友善的 一种反应 那普丁是对 共产党是非常不友善的 他基本上是反应列宁的 他根本没有相仇 他甚至还大力支持 就是说 索尔尼金的一种 古拉格群岛的一些小说 要列入他们中学的教材 那列入中学教材呢 今年2月呢 战争之后就有人说 我们应该把它拿掉 那显然当然他们 执政党里面 还是很多人反对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 俄罗斯人这一种民族的记忆 对吧 那这是反极权的一种 书的一种著作 我们当然要继续 让我们后代 继续做这个事情 这些事情都跟 我们前面讲的形象 是完全不一样 可是这些事情呢 我们不太容易 经常的看到 经常看到 你至少可能会 对那样子 说他是暴君 说那个东西 也许你还是会 问他暴君 可是你可能 另外多了一点 理解方式 这整串 你就会看到 美国自己的外交学者 一些研究 我们不一个个念 但重点就是说 一直在2003年之前 甚至美国的都认为 就是说 俄罗斯是可以 加入北约的 那虎丁也确实问过 那一个北约秘书长 说我们什么 你们什么时候 邀请我们进去 那个秘书长跟他讲说 我们不是邀请 是你要申请 2003年还是这样讲 那你一定要问 后来为什么变 就2003年到2006年 乌克兰 乔治亚 吉野吉斯 一些地方发生了 我们现在所谓的 颜色争变 那对你美国来讲 西方来讲 你是用你的NGO 去跟当地的人合作 要公民社会 要自由 你是有这个逻辑 可以这样理解 没有错 但是你对当地的国家 他就不是这样理解方式 是吧 那不是这样理解方式呢 就出现一种 他对你开始疑虑了 那疑虑就是说 当然也有策略其他社会 给普丁压力 所以2007年 他就有一个有名演讲 在慕尼黑的 全世界第49届的安全会议 他的演讲 他就说 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不接受 现在单极世界 美国秩序 国际秩序的安排 我们要追求多极的 Multipolar的一个权力事件 可是这样的声音呢 常常也被误解 像刚刚讲 那报导者的问题 把那东西完全扭曲掉了 那总而言之 大概他有这样的过程 然后这里我推荐给朋友 有一个很精彩的演讲 在斯坦克大学的 这个老记者 演讲的时候 大概86岁 可是声音的洪亮 还有优美 好听 他是出生在巴黎的 俄罗斯犹太义记者 在美国待了40年以上 他主要的演讲就是说 普丁就是你们搞出来的 那他就说 普丁到了几十年 有什么地方 对不起你们美国吗 你们都这样瞧不起他 瞧不起俄罗斯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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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战败国 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基本上 如果嘴巴没有这样讲 你们是摆出这种姿态 是吧 那当然我们会说 你不应该被人家瞧 你就做这种事情 动手打 可是这事就说 整个的过程 那这个演讲 推荐就是说 那个讲得很清楚 也很好听 普丁的三篇讲词 我觉得很纳闷 大家都扣他帽子 就是说 就只扣他帽子说 普丁讲 我们俄罗斯人 跟乌克兰是一个民族 那扣出他这句话 就咬住他说 他讲的这句话 意味着就是说 他要控制乌克兰 但他整句话 第一个演讲是 两年前 七月时到讲的 论俄罗斯人 跟乌克兰的合理 他就说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 同属这个民族 这句话被quote 其他都不讲 我们是一个整体 乌克兰当局 喜欢参考西方的经验 看成是一个模仿的模式 但是你看看 奥地利跟德国 美国跟加州 加拿大 他们比邻而居 同种族 文化很接近 共用相同语言 他们还是主权国家 对吧 所以呢 那意思就是说喊话嘛 就是说 那我们 你为什么要 具为千里之外呢 那这里 分辨提一下 一个很少被提到的 一个民意调查 2013年9月 就是在广场世界 发生前两个月 基辅自己做的 国际的调查 他那时候问 两个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啦 你只能二选一的话 当时不是要加入欧盟吗 这一派的力量 那一派就是说 选择就是 俄罗斯选 当时说 那我们加入欧亚联盟 重点 欧俄罗斯没有说 你要二选一 是欧洲 欧盟说要二选一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个基辅大学的 国际研究者 社会的调查 是说 好吧 就让你二选一 你要选哪一个 结果百分之三十六的人 是选说欧亚 百分之三十三点五的人 大概选这个欧盟 当然差距不大 你也可以说统计误差 可是重点再来是说 就算在那个时候 名利上并没有说 他只要 他只要跟一边来往 那就算你要让他 跟一边来往的话 比较多的人是选俄罗斯的 那所以他2021年的 7月12号这样讲话 那接下来2020年 2月21日24 各有两次讲话 一个是 要准备要承认 要准认顿内斯克 跟卢干斯克 独立共和国的这个事实 这个顺便可以提到 如果火星争有帝国扩张野心 这两个共和国 在2015年就宣布独立了 他干嘛在2020年 在承认他独立呢 这个讲不通 难道你要说他继心剖策 有那么长时间的 就这边讲不通了 另外等一下你会看到 在那个还没有正式承认之前 他们的情报图子 电视上就在讲 说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共和国 结果被普林羞辱 就是说你不能 意思说你不要这样讲 所以这些基础 至少他提供不同的一种事实 然后让你来参考说 你来看他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有帝国野心的这个人 那另外两个演讲 我就因为都很长 我把摘入我看到的 我就不愿意 基本上都讲都同样道理 就是说很有现代观念 同一个民族可以有两个state 同一个state有两个nation 都可以的 他其实这样讲 但是很奇怪 几乎所有这个西方的报导 当然是我看到 我没看到 也许不知道 我看到都是讲究说 用这个来指控说 他有这种帝国野心 这个非常的不公平 接下来看这个 这个被美国教授说 认为是最专业的一个 而且比较成独公正的一个 美国记者 基督教科医生 他就写了这一个 杜金到底是不是 普林的大脑导致这个 他就说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认识杜金这个人 很多年 刚跟他讲话 很多人说 他对白宫有影响力 不过你如果这样讲 就问他一下 他会承认说 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他不认识 有任何有权利的人 甚至不知道 普林有没有读过他的书 甚至几年前 穆斯科大学解聘了他 如果是导师 如果信念 可能被解聘了 对吧 被fire了 fire了之后 没人出来替他讲话 对吧 那他就穷困潦倒 那最后当然讲了一句就是说 即便他是有这个 极右派背景 他的女儿也不应该这样被杀 大概这样 那这个就是说 跟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是一个对立 可是这样的电讯呢 我们没有在台湾看到 有人说 就这个翻译 然后北汽油管 这更离谱了 我们就讲了现在跟各位的介绍是说 有那么多从拜登到布林肯 这么多的官员讲话 都说 我不会让你北汽二号油管运作的 我一定会干掉你 有这么多人的讲话 而且都有记录可循的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们记者是不是至少说 以前你讲过这个话 那现在是不是你干的 你至少要问吧 问都没有问 完全没有问 然后完全没有问 他立刻就完全讲 像就是说 就是这个俄罗斯农 然后我这里同样有一个影片 是他们另类记者 去就把那很有效的 有趣或逗趣 很荒唐的剪辑出来 就大概七八分钟 他们讲话 就是说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 里面只有一个人 讲俄罗斯 而且直接讲 可能是美国人做的 因为他有注意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最近在台湾 有得到糖奖 那一位 Jeffrey Sox 可是Jeffrey Sox 一讲就说 根据我的研究呢 是我们美国人做的 他讲完这个 他自己就吓一跳 镜头立刻出现 他说吓 吓一跳 然后那个Bloomberg 那个记者也问 立刻问到 你凭什么这样讲 那个很精彩 就是说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 如果可以下载 你们去看一下 我们有 你点可以看到 影片画面 语文就算 我们不清楚 也没有关系 你看那个 真的是太离谱了 那这个我不一个 不一个一个念给大家听 就是说 这里是提供一些材料 有机可循 都有记录的 你们拜登讲过这个事情 人家问你说 北析二号运作 你为什么 他拜登说 我们会处理的 记者在追问说 你们怎么处理 到时候你去看着好了 就变成这样讲 那么也讲过 这么多的话 难道他爆破掉之后 记者都不去问吗 这个完全违反 我们对西方记者的一种 专业形象的认知 对吧 非常的一个离谱 挑衅的问题 还没进入挑衅问题 就是说 也有人开始讲了 BBC的前记者 战争发生悲剧 难道我们 妖魔化俄罗斯 都没有责任吗 Chomsky在战争发生的 两三个月 他去查 说这个伊拉克战 被入侵呢 是没有被挑衅的 有高的 243万币 然后说这个 乌克兰 没有被挑衅的 就是说 倒过来 一个243万 一个差很多 那就是 第二笔就是我刚刚讲的 唯一一个是外稿 是一个美国 保守败智库的一个 专家 只有他这一篇 到现在只有这么一篇 所以乌克兰战争发展 在美国能持其咎 对吧 那Jeffrey Sachs 今年5月有统计 他说 纽约是把罪魁之首 因为很多人会跟他 20篇社论 多少篇多少篇 都说没有被挑衅 就打起来 那乌克兰有一位记者 刘美的博士 现在在俄罗斯工作 他的讲话就是说 他从2013年看 西方的报道 那就把那一些不支持 这个他们世界观的人 都打成就是说 是一种恶徒抱负 分离主义者 大概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媒体的 媒体的这种表现 大概都对现在造成 这种事情 都有一些部分的责任 那东霍之后呢 我看最有名 1990年2月9号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这个贝克 这个档案之前 大家很多人说 有到没有 后来就是说 六年前左右 乔士顿华盛大学的 一个档案就发现 是有这个材料 他就说 很清楚的 国务卿他1990年2月9号 到1990年 总共讲了三次 就是说 如果你们苏联 同意我们两得统一 我们 这个not one inch is forward 他这个讲法 当时没有签字 书面的协定没有错 可是这个确证 是有这样的一个纪录 档案上都在的 然后你看美国的 国防部长 这一位 Perry他讲 北约东库的意义呢 西方我们政府 总体的失败 我们不尊重 这个俄罗斯 这个核武强权 他对世界之类是很重要 对吧 那么在东库之前 就是在他当国防部长 两个国的关系 是两个国家关系 是很好的 因为很好 所以可以两个国家 同意解除 9000多个核子武器 解除掉了 对吧 那当时在 北约在97年 98年开始 讲到东库的时候 99人正式通库 对吧 那个时候 经济危机最糟糕的时候 俄罗斯最惨的时候 那最后 这一位Perry他的回忆录 他就讲到说 因为这回忆录是2020年出版 然后后来 他有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去年接受访问 算正要解放 就是我们 第一步就要承认 我们是西方北约 我们的行动 要造成人家 对我们的不信任 我们如果都不承认 都是觉得别人的错 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搞 在他去年受访问 他就讲了这句话 那接下来 Canon对吧 那97年 他也同样这样讲 我们对 俄罗斯这种做法呢 一定会煽动 俄国一些民族主义 跟反西方的名利 他们会有更强大的军事倾向 对吧 那一定会对俄罗斯的民主发展 有坏处 一定是比较不好的 对吧 会逼迫等俄罗斯走到 我们不喜欢的方向 也就是不同人的证识呢 来自不同方向 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那纽约时报当时的作家 在台湾很有名的 Friedman他也这样讲 对吧 他当时讲究说 俄罗斯的民主的发展速度 如果没有很快的话 至少比我们要 让他们进入北的国家 也不比他们差 所以你要用说他们民主 所以让他进来 把他排斥 这个是到底讲不通 那Robert Gates 2020年他的一个回忆录 他也有提到这个 北约在东扩的时候 哥巴西夫等人被引导相信说 北约不会东扩 就说我们故意骗他们 我们这些例子的一个重点是在于说 这些话其实美国的高官都知道的 那你来看这一个现在的CIA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他自己的回忆录也写得很清楚 对吧 2010年回忆录 他是说1995年的时候 对北约扩张的敌意 是所有俄罗斯国内政治光谱的人的普遍感受 那么2008年他在 他本来是俄罗斯的 驻俄罗斯的可能高级官员 后来变大使 他就说 反正就讲究说 北约 你不能东扩到北约 是所谓光纤亮丽界限里面 最红的那一条 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俄罗斯的人 包括自由派 包括反对普丁的人 认为说这个是可以被跨越的 所以这些证词 总而言之都是在说明一件事情 北约东扩的事情 美国完全知道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那当然你现在就会问 那如果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还要做这个事情呢 那后面我就不一个念 因为时间上这个就更多 Jeffrey Sox 因为最近比较有名 大家看到一下 他讲了很多 那 就说 讲这一句就好了 最后这本书 How the ways brought war to Ukraine 那个作者是这样讲 他就说2021 你如果没有做 2021没有做到那么绝的话 也许不会打 因为我们 我们都会同情 被侵略的国家 都会认为俄罗斯不符合国际法 但是我们也可能 比较诚实 我们会面对看到一些人的主张 说俄罗斯是担心 国家安全真的是出了问题 他说如果现在不打 以后就要跟北约打 那以其现在跟北约打 不如现在就跟乌兰打 我们听了当中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讲呢 可是 信或很不信 是有国际法的人 是有这样讲 我们听了当中是有点觉得 不忍心或诸如此类的 我们觉得说你 不管怎么样 俄罗斯还是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书最后就讲究 如果没有把北约军力 扩张到他的边界 没有部署飞弹 已经可以发射到他的地方了 如果没有2011年 卷入这一种政变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你偏偏撕毁 长城飞弹 大概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这是他这个书最后讲 战争发生之后 有人老实话的开始讲 老实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 特别是等一下地上会很精彩 一个是说CIA前局长 Brunberg访问的时候 他就讲说 美国必须给乌克兰最多的军事援助 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在搞的这个冲突 就是替俄罗斯从事的代理人战争 他就直接讲了 台面上的 不好意思这样讲 可是下台的人 他比如在一些我的访谈 他可能会出现这一个 前北约联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他也在纽约时报的讲究说 我想我们确实是跟 我们是在跟俄罗斯从事代理人战争 对吧 我们在用乌克兰人 做我们的代理人的武力 那John Hopkins这个国际专家 是很鹰派的这位教授 年轻才四十几岁的样子 他讲话 我想我们稍微念一下 会胆战心惊 完全就是现在的一种描写 他说现在地上最无情也最有效的战争 目标就是要对准俄罗斯 关键是要在当地找到自愿投入 无怨无悔 并且勇往直前的committed local partner 对吧 那这个代理集团要愿意杀 而且也要愿意被杀 然后呢 你要给大量武器 这样才能对你第一手 施加致命的重击 那这个不是说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发展继续这个样子吗 这个话大概是去年五月的时候 他就这样讲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主张和平的人 还是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那难道你们那么喜欢打仗吗 你们怎么不会去说做一点事情 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呢 这不太清楚 不过就是说 战争发生 有些老实的话 是大概是这样讲的 那接下来就是说 基辅政府没有责任吗 这部分比较复杂 不过大致上是这样子 乌克兰在90年代独立之后 也就是要去殖民 那乌克兰的比较左翼的研究人员呢 写的文章就开始反省 他说我们乌克兰人 这一种去殖民 跟二战以后 人家的去殖民不太一样 二战以后的去殖民 是要想说 我们独立成家国家之后 怎么样通过国家力量 来带动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 对吧 那可是我们现在 乌克兰的一种去殖民 是要我们的国家机器 去彻底去除 俄罗斯相关的任何东西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在讲认同政治 都不讲其他的 其他东西都会淡化 那这样的力量 大概我们把它放入是两种一个奇怪的结合 就是说 一种专业中产阶级的跟其异 或者有机可群的结合在身份政治 民族主义的极右派 两个力量便结合起来 那这样一股力量呢 不是是说 很军灵的 这部分是在乌克兰 也不是说他一定得到很大的支持 但是他 小股力量会发生 作用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就是说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暴力行为 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种 倾向 他所以承担 或者承担力 那这样的一股力量呢 在三年代 四年代 甚至就是说 CIA 四年代 五年代的时候 CIA就开始有揭露 就有支持 我们当时 我们台湾的报纸 还很好玩 1951年 还有这个标题 美国政府拨款一亿元 资源地下反抗活动 乌克兰革命金最先受贿 由中央情报局 全面 不全行退步计划 就是说 很早以前这个东西就开始了 不是说突然出现 那乌克兰独立之后 这些极右派 就成立了很多政党 前面一个比较大的 是一个自由党 那当然 他们在选举政治上 得到的选票并不多 大概到95年之后 才在 Galacia 这个 接近波兰这边的地方 有得到一些 地方政府的一些执政权 那基本上 选举力量不大 也正是因为选举力量不大 常常有人会讲 说你们不要夸大 极右派的力量 他们支持的人 大概就5% 就不太多 这个样的讲法呢 同样的 我们不敢讲 就是说 是不是一定 完全没道理 但是等一下你会看到 他确实有一些行为 让你觉得匪夷所思 那 这个专业中产的阶级呢 在 这个最西部的Galicia 这个地方的人呢 大概的 密度会比较高一点 那 越是富裕的人 也确实就是说 我们 我们这一个乌克兰的前途 基本上就是要 跟欧洲结合在里 才有一种前途 就是一定的 那把这种专业中产阶级的 世界观的利益呢 把它变成是 普遍的大家的利益 那这样的事情 就产生了一些 其实名利上呢 虽然不是这样 可是是会被这样带着跑 名利上不是这样 那就是说 我们这里看到一些 民调的统计 对吧 2020的民调说 六成七的乌克兰人 不相信我们 乌克兰真正独立的 那43%认为乌克兰 还完全依赖外国政策国际组织 只有41%说局部独立 那只有40% 外国是无疑会带来帮助 那这里当然 对我这个研究不深的人 我都会希望去理解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这派力量 会那么大到说 把整个乌克兰 往这方拜了呢 就有点匪夷所思 如果你民调 吉辅大学的 国际社会 就有调查民调 真正是反映现实的话 那为什么名利 是这样的展现 可是整个社会 被带到最后 被人打占出来 这个 研究不深的人 我当然必承认 就是我还是自己 有这个疑问 但是我希望以后 能够把它弄清楚 那接下来就要让大家看 这些集合 是不是那么没力量 在战争发生之前 美国的西方的媒体 也都会 不是太多 但是你去找 还是找到一些 对这个集合派的一些暴斗 你会触目惊心 比如说Freedom House 纽约1941年 在那个Freedom House 那是一只家 他说这些集合派非法 这暴力行动 押注也要清除 左派LGBT 各种活跃的捍卫人权 种族少数派 都是他们镇压对象 德国的时代 说集合派 在2014年前后 开始有亚述营的 军事力量出现 他说亚述营是 世界极端 右翼网络中心 他有他的政治议程 政党 近民兵组织 都有联系 他们还有夏季的 Summer School 跟我们一样 也开始 沿你国际策略 邀请西方集合派 访问乌克兰 一起战斗 那 我们不要忘了 泽伦斯基当选的 一个最大诉求之一 是说 他自己母语 俄罗斯语 他说要跟俄罗斯和解 他跟俄罗斯和解 第一轮的选举 乌克兰选举跟我们不一样 他要两人绝对多数的 第一轮选举 他已经得到30%的选票 比第二名多了 第二名只有15% 第一名他就有30%了 第二轮的选票 他的选票高达70% 就四分三的名利挺他的 这个时候你当然会问 你有这么高的名利 你为什么没有去执行这一种 跟俄罗斯和解的政策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看 对吧 他自己的好朋友 他把他找来当国安顾问 那这个国安顾问在 2020年3月12日 就在当权的半年左右之后 提出倡议 说要进行乌克兰全国对话 意思就是大家和解 结果讲了20分钟之后呢 就被亚顺利70个人的暴力攻击 把他拉下来 那通常我们以为这种事情开玩笑 当他把你70个暴力富士抓起来 对吧 或者至少把你驱逐 这个没有 是他这个好朋友的位置没有了 他下来了 然后呢 2021年8月武装抗议者在 在那个总论外面打伤八个园警 没有人被抓 那另外一些例子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因为看到这里 同样的乌克兰的研究者有人认为 我们如果只是怪极右派这一些的暴力威胁 恐怕不是那么妥当 他说责任时期你们总统你们是有责任 你们有那么广大名利 为什么你能够让这一些那么样的嚣张 做这个事情 那当然他讲到这个时候 他又退了一步 说那责任时期为什么这样子呢 他说他是不是政治素人 没有从政经验 他搬枪匹马 都是靠个人关系 对吧 所以他慢慢就被整个拉到这边去了 然后到2021年可能又有一个不一样 因为拜登赢了 是有研究是说拜登赢的时候 他们那边这些力量可能更觉得放心 那当然我们没有人会希望川普赢 可是就现实的政治就是说 川普也不是那么可靠 因为他的国务卿 那个那几个还有一个国安顾问的 也都是非常的 我们讲新保守主义那些家伙 所以他这个情况就本来你责任时期当选是说他执行民事客协议的 就这执行民事客协议没有 那这个民事客协议是什么呢 可能跟大家解释一下 民事客协议意思就是说 有人说可以把它分两个 不过两个人的内容差不多 那主要就是说2014年政变发生之后 乌冬的人因为你的法律歧视俄罗斯的语言文化 他觉得被你歧视了 而且觉得你被不公平的对待了 他已经开始不安了 那不安的发生内战 内战到了差不多2014年的2月还是3月就已经死了1000多个人了 到2015年停战 停火决定 后来当时又没有停火 停火决定之后 已经死了1万4、5千人了 那所以那样的情况就变成非常严重 所以他会造成就是说他们有那个公民投票 要成立一个叫做Republic 那这里有真理 Republic是要变成一个独立共和国呢 还是说没有 是在乌克兰的国家政策上只是一个 就是说Republic的政体而已 那这政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那我也许以后跟你的关系是一种联邦的关系 我地方的教育文化 跟德国跟美国政策一样 我可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 对吧 那所以这民事科的决议呢 基本上是要这样子去推的 那么专家也告诉我们 就是说他其实跟美国那个做法没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你地方的教育权力 跟语言那个文化 你有比较的空间可以自己决定 那如果这样他还是在乌克兰里面 那这个协议呢 反正是没有被执行 那没有被执行 更糟糕的是什么呢 更糟糕的是我们后面有一些材料 你可以发现 可能就是确实是 至少就一派的看法 而且那一派的看法并不是 好像没有证据的 就是说是 这个基辅政策就不愿意执行 然后甚至就是说德国 这个 法国 好像也在帮着 就是说你不执行 我也睁一眼闭一眼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这里是讲 就是说 其他人的一些 当时威胁 走人是不给他执行 那接下来你来看一看 我们刚刚看到 这个 就是说 那些极右派的代表 来自于跟波兰接纳的 乌克兰西部的 加利西亚这一地方的人 他讲话是怎么讲的 乌克兰第一位总统呢 他在2019年 他就有讲 他说 我们乌克兰 加利西亚 加利西亚这边的人呢 他有非常强烈的攻击性 认为自己的意识形态 最正确 认为我们 这个地方的人的一些东西 对乌克兰最重要 那这种意见遭到 乌克兰所有 有不同意识形态呢 所有地区都反对 都反对你这种讲法 对吧 可是他还是有这种意见 那这样的意见 你再用波兰接纳 就是乌克兰 且变那一位总统的讲话 我想你会非常惊讶 你会惊讶说 有一个总统 可以把他自己的国民 公开公然的分成两种 虽然那个时候 是在内战里面的时候 他既然在这样讲 他说波兰接纳呢 在2014年12月 这是一个法国 纪录片导演 在2014年拍的纪录片 就是说放出了这一个影像 那非常惊讶 他就是说 乌克兰有两种 一种是乌东地区的人 那这个地区人比较多的是 以俄罗斯作为他母语的 一种是其他的乌克兰人 是我们 就是我们跟他们 然后他说 我们会有工作 他们没有 我们会有退休军 他们没有 我们的退休功能 跟孩子会有补贴 他们没有 我们的孩子会上学 去幼稚园 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地窖 因为内战在打战 对吧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会 我们很难想象 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总统 就算你真的歧视 这地方的人 你会公然的 在一个公开场的演讲的时候 这样的讲话 那这样的讲话 就呼应了前面第一位总统 乌克兰第一位总统 讲究说 这个地区的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或者有机可群 从三年代四年代 就有这样的背景 到现在 那右边就是我们讲的 因为去年五六月的时候 背景也许是因为 乌克兰的时候战争的情况 好像还比较顺利 不像现在说 要春季反攻 弄到六月 有点像夏季反攻 反攻之后也胶着 Porschenko在去年五月 接受金融时报的访问 他说他签署了 明斯科协议 他本来就没有要执行的 对吧 他说我是要来买时间 来让乌克兰备战 发展经济 他很清楚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他跟我们情况不太一样 我们至少表面上 还说要和平 虽然有一些政治团体的动作 跟一些背后的想法 可能产生疑虑 可是表面上嘴巴都要讲和平 他看起来他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记者呢 听到这样讲 当时有点惊讶 就问他说 可是现在战争发生 你难道都不后悔吗 战争不是好事情吧 然后Porschenko就说 没有啊 你干嘛后悔 我一点都不后悔啊 你有听到很多人 在俄罗斯侵略之后 批评我们没有执行 明斯克协议吗 那这个在去年的 10月1号的 德国的敬报周刊 访问了梅克尔 梅克尔讲那句话 我当然有一点 不太有把握 是可以这样理解 可是外界的都是这样理解 因为梅克尔讲究说 那我们监督他们 后来弄那个明斯克协议 就希望给这一个 这一个乌克兰一些时间嘛 那想想看 如果你是俄罗斯领导人 你听到这种话 曾经是你最亲密的盟友 如果这样讲 他如果这样讲的话 是外面的理解方式的话 那麻烦了 那后来那个当时的 法国总统荷兰德 他也承认说 对啊 我们当时就这个样子吧 那如果这样 就是联手来欺骗俄罗斯 对吧 那加上Porschenko 后来又讲更得意了 因为那时候 乌克兰的战争情况 好像比较顺利嘛 他讲说 我们就达成我们的目标了 达成我们所有的目标了 签订协议 我们都有准备时间了 备战啊 经济发展啊 还有这个从2014年 我们的军人呢 也不堪一击的 对吧 慢慢慢慢就接受训练 就有很狂犯 是这样一个讲话 那最后呢 这个比较危险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当然最希望 它赶快结束 七月中旬一个月多月以前 大概五六月左右 就是美国的主流报告 开始有一些风向不太一样 已经有些报道 开始出现过去比较没有的现象 可是到七月中旬也更明显了 从纽约书报到CNN都在讲 那乌克兰这个东西 这个所谓的春季反攻 因为军火不足 它暂时要停止了 那到了停止一段时间 大概它自己有 什么原因的考虑不知道 各种压力也好 各种 它七月二十六号再重新 隔两个月 再开始所谓进行反攻 那八月一号到现在 就是这篇文章 大概到一八月十号左右了 有一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看起来触目惊心 他就说在第一次世界 当然打了四年 英国才有四万一千个人截肢 那乌克兰他去算 就是说他截肢的器材 是要跟德国商人买 他们可以去算这有多少 他算出来的时候 至少五万 而且五万是在 五万是在那个之前 因为还有申报的问题 那他说这个乌克兰官方 说只有两万多 那他是说五万都很可能 还是低估 就是说好像是相当严重的 那当然今天的纽约时报 又有一篇报导 提供不同的图像 这不同的图像 跟经济学人可能比较接近 经济学人他不强调这个 他强调是什么呢 说强调普京去年 动员三十万个人 现在七月修法 把增兵的人数 要增加四十万个人 他说这些人训练不良 俄罗斯训练不良 失去差 很多人已经被杀 受伤 是炮灰 我们没有办法确认 这些资讯哪个更准确一点 因为大概美国 西洋一带也不知道 因为他们要用 卫星的图片 各种战地的报导 用来反复的一种推测 这些东西大概不一定 我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能够确认 至少现在是没办法完全确认 可是俄罗斯讲的这个部分 西方是承认 俄罗斯在八月之后就讲 乌克兰的反攻部队 已经死了十万三千 反攻就是说 从六月四号的反攻到七月 死了四万三千个人 那五分之一 你们的五分之一武器 被我们摧毁了 你们那时候讲的很多的各种 什么暴坦克 各种的五分之一被摧毁 然后米尔斯海姆呢 他的看法他是这样 但因为米尔斯海姆 这个现实主义的 国际战略学家 他自己是西点军校出身 他认为 俄罗斯是在守势 你进攻的人已经死得多 不可能防守的人死得多 而且 经济学人这么阴派的看法 都承认 俄罗斯在长期间 已经把他重生挖了三十公里 所以为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 如果米尔斯海姆 讲的是有道理的 你可能会怀疑 就会说 俄罗斯人真的会死得比你多吗 但是我们这里 当然不是在争取谁死谁多 因为这个阵 都是很糟糕 这种事情最好不要用 不过主要重点就是说 目前的情况 看起来是处于 对乌克人很严重的一个情况 那更严重 当然还有后面重建的问题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报道了 或者很多输出版 就他们很多 因为开始在商谈的时候 又重建谁出钱了 谁出钱 你们那什么权利要给我 你们那乌克兰出口有五分之二是农产品 古物量 已经都讲这些土地有什么东西都已经在讲了 感觉这个事情 那这些就是我们到18月16号让大家看的 简单的不让大家讲 最严重的是Jeffrey Sack讲句话 I think Ukraine is getting destroyed 乌克兰要被毁了 那左边这本书呢 是一个小布基总统时代的一个顾问 在罗德岛大学航先生教授吧 他就去他刚好是在去年战争发生后没多久 书当然在之前就开始写了 写了就是说乌克兰的悲剧里面主要也是在讲 就是说如果乌克兰这一些 卡利史亚为主的这一些的意识形态 想要不改变 你们只要人家的土地 不要人家的人 就是说只有你们讲 只有你们这样的一个才算是一个乌克兰人 那这样的冲突 这样的矛盾是没办法解决的 这个教授在一个访谈的时候 一个半月以前两个月访谈 甚至还讲 最糟糕的情况是说波兰会把这个乌克兰的西部拿去 因为历史上他曾经是乌克兰的 会不会这种事情我们不知道 他主要就是说 他主要论点就是说 这个悲剧如果没办法外面来解决 是你内部自己要去把这个问题想清楚 如果你们还是刚刚我们第一位总统讲的那一种想法 就是只有你们的意识形态 只有你们这样才是正确 那这个国家是没有办法 继续维持合理下去的 好了 那我想我差不多这个时间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谢谢 好 感谢阿三 就是说但是这个资讯很大 因为而且他的提供的资讯应该都跟我们在一般主流媒上 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可能大家需要消化一下 好 但是我就不休息了 因为剩下 如果按照已经超过时间 那我们还剩下大概26分钟 我就直接 邀请大家提问 网上有提问吗 线上的可以打字或看麦克风 好今天阿三都还没有时间讲到他那个反战声明里面提到的2014年的 13年14年的 广场事件对正面 广场事件或政变 要不要补一下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麦克风 因为我没有看那两个纪录片 我们刚刚刚很多人看过林东烈火 那个林东烈火 至少香港有一位 那个端传媒有很大多的场面 也基本上都是反映了欧美的主流声音 可是他至少有一些声音是反映出跟我们报道是不一样的 他至少提到了 那林东烈火那个影片呢 有一个策展的就说他太片面 太单方向 这个不是一个 意思说不是一个好的纪录片 那跟他对比的是同一年 有Oliver Stone 好像有个人他们也放那一部影片 他后来2019又拍了一部 那部影片比你提供比较多的一种历史的深度 还有议题的广度 可是也正是因为深度广度 你看了会比较辛苦 你看了不一定有耐心 而且你看了不一定能够掌握 因为他讲的太多了 那个林东烈火就很单纯 就是一个有进步的公民青年 推倒这些糟糕的一个不民族的政府 但就这样子 那个事情呢 第一个我们讲过 主要的民意在2013年9月13号的民调呢 基辅大学的民调还是很清楚 如果你硬要他选择两个选一个的话 事实上是比较多的人要选这一个 跟欧亚 俄罗斯那个联盟在一起 那 那这里也必须要强调 俄罗斯没有说你只能选一个 是欧盟反而是说你只能选一个 然后 Cohen教授里面的资料也有很清楚在展现 所以欧洲提出的政策的一个方向其实不可行 他意思就是他提的就是说你卖你财产什么什么什么 大概背景是这样子 那个背景到了11月 11月还是10月底的时候就有一个记者 一个推特一文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就说这个 这个当时的总统呢 亚鲁克维奇要背叛我们了 他怎么背叛我们呢 亚鲁克维奇说本来已经大部讲好了吗 我们乌克兰要变成欧洲人了 欧盟了 我们要签约了 第一步就要签约经济慢慢来了 那他突然就说翻盘了 不签约了 要背叛我们了 所以大家听了这个很多年轻人 各位不要忘了 很多年轻人这里就是专业的 这些背景的 那当然乌克兰是以本身贪污的问题 其实公分没有错 可是瑞典有两位研究者 很好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们今年5月初的书 刚好提供的证据 说这个资讯都是被这些人所影响的 他里面就很清楚讲 就是说这两个瑞典人呢 大概从2014到2021 每一个月好像去乌克兰 大概两次会访问的 那他里面就有提到说 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NGO搞媒体 那这些NGO媒体的钱都是西方资金赞助的 所以当然声音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吧 所以当时2013年11月发出这个时候 激起很多的愤怒 那愤怒有一部分来自于变成被宣传说 说他违约对乌克兰不利 但是不会去谈就是说 那个政策可能未必对你是好的事情 那第二个 其实当然乌克兰也要自己的问题 所以本来也会有民怨 所以大概整个就加在一起去抗议 那抗议之后这个时候 极右派力量就慢慢开始渗透进去了 渗透进去了 就开始现在搅乱 那你当时就看到 已经去世的美国应该参议员吧 McCham对吧 拜登 到2014都去都有去那边讲话 等于是打气啦 跟他们鼓励 那鼓励到最后到了2014年1月还是2月 现在的美国副国务卿 应该已经正式认命了 如然非常的新保守或者鹰派的 他在 他在那个电话上讲一次很有名 被录音录起来了 叫做Fuck you 就说欧盟跟乌克兰对的一些立场政策 可能跟美国有差异 那他就大概不满欧盟还是要他 什么在讲的这句不好听的话 那这句话呢 幸亏是BBC把他放出去的 BBC他记者把他放出去 放出去固然引起宣战大波 但是 麻烦在这里 大家用花边新闻在讲Fuck 别人在讲 就他里面谈话内容 都是安排 集合派谁去当什么 人家说不行 集合派这个台队上不好看 要谁去 那个全王 乌克兰全王去当什么 选总 选总理好不好 不行 当然选基辅市长比较好 都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你在2014年2月 养了COVID 因为认为自己有身价危险 逃跑到俄罗斯的时候 当然就开始被讲究说 这样那样子 在那个时候 事情整个当然就是 全面的一个改观 就是变成完全倒向一边 那除了这个BBC这个证据之外 另外比较明显的证据是 乌克兰后裔 但在加拿大教书的 他去现场调了各种很多 当时一个国际大事情 所以有很多电视台都有去拍 他大概研究了几百个层次 也是搞不好上千小时的一个纪录片 归纳出来 他就里面很完整的证据 而且那东西 他都有上网给人家去看 就很清楚就是说 当时在2014年2月应该是19号20号 那一个游行的示威的平民被杀了 大概从个位数被杀到一百个 那一天被杀了很多个 那个枪发射出来 不是从政府的部队发射出来 那是很清楚 是从另外一些地方 埋伏的地方发射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东西呢 你现在只是没办法确认说 这些人到底是谁 有人说是从乔治亚来的 有人是这样的 只是没有确定 可是比较肯定的就是说 不是政府军这些的 可是已经后面才发现了 你当时已经被栽赃说 就是政府弄的 金融部队弄的 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 那这样子的一个 他的这位乌克兰裔的一个 加拿大学者 他的资料最丰富 但是不是只有他有这种看法 其他不同的学者 包括德国的 一些报道 也有说这个事情 可能不是像我们外面看到 可是同样的 这些都是一种比较少数的声音 你不容易在当时就被看到 何况当时反正就认定 就是说你这个政府 一定会干这种事情 所以一下就一面倒 然后2014年之后 那个事情就完全被讲成说 是一个广场尊严一个革命 完全不提政变 那么乌克兰的 美国当时大使馆的高级人员 包括拜登后来写他一些回忆录 他们对这件事情 我提都不提 连BBC那个Fuck you也不提 什么字都不写 对吧 而且那个东西在那个乌克兰的 加拿大一学者 那个2016年已经发布那个报告 写的证据 他们也写都不写 那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说平行空间 是说他 他故意不理你 他就是讲他的 他不去反驳你 那反而我们刚刚讲说 Cohen他们有讲 就是说你这个做法 本来就对乌克兰不好 怎么讲 他有想这一个东西 他至少有知道你要讲什么 所以他反驳你 可是另外一边的人呢 他完全不管你 就是说你提的证据 他也不否认你 他当然不会识识你 他反正不管你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那一个圣券就是说 2024年2月大概是19还是20号 那个有大概累积达到100个人 被杀的时候呢 就变成整个局势改革 更严重的改革了 那这里再补充一点 我还忘了讲 事后是有人去发现 去采访 还有去写书 就当时的一个乌克兰记者 已经有记录了 就说已经有 应该是来自美国的一些人 跟他讲说 前面误杀的一两个三个 这不会引起风波啦 你要杀到100个 才会引起重视 那这个事情 这个话可不可信呢 你要问我 我也不知道 可是那个书是有这样写 就不是 不是那个加拿大学者的书 是他引用别人说 是有这样的一个写法 那所以很多这种真相 我们真的 不敢想讲识 可是就是说这个说法 你如果让很多人看到的话 他至少不会想成 一面倒的排斥特定的人 或特定的意见吧 那是这样子 好 那个冯先生说的两部片 是因为 因为他是纪录片嘛 好 所以还是那个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一个是2015年的 那个 Winter on fire 顶东烈火 那那个片是 就是刚刚讲是比较 算优异嘛 就是 就是比较符合西方的这个描述 就是 就是乌克兰人民的 颜色革命 人民起义 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好 然后这部纪录片 2015年 然后他在2019年 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被打大的播放 就是办了非常多的放映场次 然后宣传就是说 好 就是说颜色革命会成功 好 在香港反送中的前段 所以这部片 然后再刚刚讲 讲的第二部是2016年 就是Oliver Stone 就是美国中间片组的导演 的监制的这部纪录片 叫做 叫做 乌克兰 Ukrain on fire 好 那他就提供了一个 就是完全几乎是平衡的观点 跟前面一部 好 从做纪录片的 拍摄纪录片 或解读纪录片角度来说 这两部片真的应该就是要对照来看 好 就是如何用画面说 一个偏袒的故事 好 就是你看那个 那个 那个第一部纪录片 因为他中间还有一个 两部片都有用的一个 然后当时是 刚刚讲的 冯建杰说的会影响很大 就是 在那个广场 就是最后那个大 所谓大屠杀事件 的现场 有一对父子 好 所谓英勇的 嗯 公民 他们俩都拿了手机 爸爸拍了儿子 他儿子大概才十五六岁 好 如何拿一个 一个破的门板 顶着 说要往前冲去救 前面已经被抢杀的人 好 然后他一边 就是他爸爸用手机录他 好像有点讲疑言这样 好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 煽动性的影片 然后那个影片是被狂传 然后那就制造一个 就是要有牺牲者 要有英雄 然后他这个 然后你去看那个 再过来 你去看后面2016年 Oliver Stone兼织的那个片 就知道那个 那个影像怎么被使用 然后他其实有不同的 不同的面向 所以还是很 很跟大家讲 但是 然后Oliver Stone那片 还曾经被YouTube下架过 被他检举 后来好像又上架了 好 那有没有问题 网上有吗 线上有 我念一下 想请教教授 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另类资讯 我们通常 如何去寻找 这方面的资源 还有只有一个问题吗 那现场开放一下 因为刚刚 黄老师有提到 那个乌克兰的亚述营 就是一个极右派的 武力团体 那他在乌克兰 跟他的权力系统 以及跟西方的 一种非常投诉的关系 那么 就你所了解的这个脉络 你如何来看台湾 目前的黑熊部队 他既有一个相当庞大的资金的进入 然后现在又跟民进党合作 在办营队 就像黑熊部队这样的一个体系 你会怎么样来看他在台湾的存在 我刚刚那个朋友讲的另类资讯 我们中文世界确实比较有点麻烦 因为你看大陆的当然会不太一样 但是大陆的资讯 就是说 他有他的一些缺失 可是如果你能够看 可能也会有一点帮助 那我们因为只懂英文 那就是从欧美来 英美来的比较多 那以目前来讲 如果这位朋友愿意 你可以跟我们主办单位讲 我们帮你列入我们的 我们现在已经有第十 这一期快要第十九期了 每个礼拜 我们会把相关的资讯 汇整 简单的汇整之后 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 那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话 以乌克兰或者是恶物战争 或者像冷战这些问题的相关事情 你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帮你放入我们的main list 以目前大概这样 那现在我们另类媒体比较弱 就是说苦劳网 或者一些 以前它也会编利一些 现在还是有 只是数量在减少 那是反映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个现象 黑熊圈也是一个现象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实际上我倒是比较乐观 我比较乐观是说 我们台湾的情况跟乌克兰有差异 就是说 我们没有那一种 达利斯亚这样的人 这一区的人 有那样的很奇怪的意识形态 我们应该没有吧 那没有 所以它就不太容易有这种 亚述营类似的这种力量出现 那台湾的人 我们自己如果知道 现在乌克兰的一个遭遇 让它更谨慎 就完全同意 刚刚黄老师他们讲 就是说 你就是不能应当备战 因为乌克兰最好的意思 备战八年就打起来了 你有军队理论上 它就在备战 你不要特别强调 你应该做的是说 怎么样不要让战争发生 你怎么样不要让说 好像把对岸看成是一种邪恶 然后没有办法做一些 合理的一些改变的 他有他的问题 我们当然都知道 一些问题我们当然也会很害怕 对吧 有些问题比如说 一些人到底怎么失踪 我们不知道 这些都会构成我们自己的一种 担心没有错 可是你不能够只是这样看待 你还要看其他其他东西 刚刚黄老师有讲 他要统一台湾 也不一定要武统啊 那另外你不要忘了 他作为一个大国家 他难道统一台湾 真的没有其他的国家目标吗 他难道没有其他事情要做吗 那我们也不能够 只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理由说 他不会只关心你台湾 要武统 他要做其他 所以你就乱搞 你重要的还是要重新认识 拉回老爸 重新认识中国大陆 那另外如果你更有报复一点 可能像我明天我们要讲的 杨鲁斌先生讲的也好 这个黄老师他们讲的也好 我们对大陆要有另外一个 比较积极的心向 去跟他engage 交流 而不是像现在好像讲到交流 就好像要被统战 我民进党什么时候 把台湾的人变成这么样的 没自信呢 你跟他统战 你要讲他是一种交流 好像也可以了 是吧 他要统战你 也就是接触你 那大家交流一下 看看互相交换一下想法 那有一些他好的 你也稀说有什么关系呢 那有一些你好的难道你就怕 你好的东西不见了吗 所以这方面我们的政府 还有一些 一些声音 我自己觉得很不理解 就是说你为什么担心交流呢 为什么担心人家跟你来所谓统战呢 对吧 不是说你很自由民主吗 所以不好意思 我没有回答到黑熊学院 我只是比较乐观 我觉得我们台湾大概不至于出现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有碰上几个黑熊学院 他们讲话也很好玩 他们有点说 我没有真的是要做 我们教大家怎么包扎止血 平常都有用 他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 对吧我爬舌也常常会被蛇咬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像也还可以 没有我自己觉得黑熊学院 他是在区分敌我 他是在做这个组织动员 对就是他可能不是要真的备战 但是就是谁是备战派 他是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是 我上次有跟黑熊学院的人 因为在公共电视上碰面 我是用这种方式想劝他们 我说任何国家都有军队 那有军队底层上就在备战 不然他在那边干嘛 你何必一直在讲呢 难道你不讲他就不备战了吗 你不要一直讲这个嘛 那我会一直提醒他们 说李启明将军虽然讲的说 台湾那什么决战的那个 避震的那个书 可是他至少有一点跟新保守 美国外界不一样 他至少是台湾人 他有十页讲到说 我们不要一天大晚 甚至有点像政府带头 反中仇中恶中 对吧 他甚至引了韩非子的话 说我们台湾不要是一个小国家 在大国家旁边 硬要挑衅 等于是说戳啦 他意思说这个是早打早死 他都有这样的话 有大概十来页讲这个嘛 所以他重点不在这 可是他至少有讲这一个 那我是希望用这个 跟黑洋学院的朋友好不好 就跟他讲说 你应该看看这些 也要看看这方面的声音啦 人家李启明将军 他是将军 他是军人 所以他要讲这个话 无可厚非 甚至一个负责任 不对称作战的一个讲法 可是你要搞清楚 为什么他认为 现在不对称作战 已经跟现在政府讲的完全不一样 他曾经参谋中长 那到底怎么一回事 没有人告诉我们 到底他是乱讲吗 还是不是这样子 那重点是说 他要讲那些话 他要讲那些话 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 特别是政府不要加以乎天处 去那个做那些反中仇中 去中的事情 他反而是说 你要有民主风度 怎么样跟人家好言相像 那这些 如果我们都不讲 我们就不明智嘛 对吧 好 如果从刚才黄老师说的那个 希大人叫什么 西什么 修斯底德 修斯底德 如果从修斯底德这个 这个就是说 那刚才那个 黄老师讲到那个民事客协议 民事客协议最后没有被履行 所以他 就是俄罗斯开始觉得 他被威胁 没有安全感 真正的北约洞阔 那我觉得现在也是一样 我自己觉得 就是中美中间的 稳定的 中美关系的三公报 台湾问题的 就是中美之间的 针对台湾问题的三公报 他其实美国不断在讨论他 当中国真的觉得 这个三公报已经完全 现在都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台湾的人 没有出来 反对或阻止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当这个三公报 真的完全实质上 全部被淘空以后 即便中国不改口号 那个所谓 修斯底德 的威胁 就存在了 然后就是说 人家觉得说 你根本就没有一个 国际间的互信可言 他就会有这个后果 我们这里是希望 就是说我们台湾要主动一点 台湾主动 你从快一百 这几乎一百年前 蒋卫水讲的 你只要把当时 他讲的日本跟美国 对换过来 当时我们是殖民地 对吧 那当时日本也一直要 跟中国对上 然后蒋卫水就说 台湾人应该有志气 要有报复 我们最为和平实责 和平实责 我们如果让变成中日的和平实责 那就不会战争 就会东亚和平 现在你把日本或者美国 完全是这样子 那美国不见得是说 如果他有他的战略上的考虑 一直要压中国的话 不是只有我们 可是刚刚蒋春节也讲了 也不是没道理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他很可能可以会用的一个旗子 那我们自己把这个旗子 的身份先解消掉 那就是明天可能大家来 听我们要讲的问题 讲这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解消掉 对我们是好事情 对北京是好事情 对美国其实也是好事情 对吧 美国有其他声音 他也希望和平的 也不希望说 好像都要支配别人的 那这个对世界和平是好事情 如果可以由台湾自己先开始发起 表示这样的一个意象 这当然不是坏事 那我们的政治领导人 到现在没有一个 讲过这种话 包括那个柯P很糟糕的 他是理论上继承讲位置 理论上 但是他不可思议的一些 讲法都有 我们现在就这样子 华老师 我不要等到明天再对话 今天先对话一下 有没有要说的 乌克兰对台湾的经验 我写过两篇文章 基本上跟冯老师的分析是很近 几乎是雷同 那得到的这个结论也是差不多 那我要把它拉近这个 拉近到和平运动的角度看 那就是说 你用备战的方式是错的 你只是过去说 我们怎么样防止战争 那一定说我们要强大 台湾的所有政治人物都是这样讲 这过去是沉淀下来的观念 我和平运动的话 刚好把它反过来 所以你用备战的方法 乌克兰就是一个例子 你避不了战争 因为你矛盾没有解决嘛 你用战争 顶多有一方面赢一方面输 矛盾没有解决 你只是把它压服 那这个解决不了问题 你像中共如果说是 他没有提出一国两制 然后他用武力的方法说 我就是要你台湾人 驯服 顺从 这个没有解决矛盾 台湾很多殖民的记忆在里面 他觉得蒋家来压迫 现在你中国 他接受了这个前提以后 你中国又来压迫 他是这样想 所以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 中共现在的一国两制 他的可贵的地方在哪里 他说我不是要来压迫你 我要你当家做主 当然当家做有一个底线 当家做主 当人变成独立国家 他底线他没有这个样子 但是尤其是从邓小平面观看 他贪性非常大 你这个只要在中国一个框架里面 国旗都可以变 国旗也可以想象 他甚至讲过邦年我们也可以考虑 东东讲了很多 台湾很多国民党 尤其以前连战就好了 他主张邦年 这个李修连也是讲邦年都可以 一个中国可以 中华可以 其实就是不懂 实物主义 两个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 这是打自己脑筋想的 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 这制止很麻烦 所以这个乌克兰其实 刚才冯老师也讲了 他在开始打仗的时候 这个普丁的主要的这个advice 他就提出来说 你们里面如果不解决 中间族群中间的问题的话 将来可能会打击上来 你不要这个样子 你们应该怎么样 你们应该在乌克兰里面 成立邦年 普丁没有讲说 我要占领你的东边的部分 因为这个原来是 俄国人的后裔 没有这样讲 他是你们必须要成立邦年 让东部的 现在的乌克兰裔的人 得到更多的自主权 然后可以讲俄语 这些等等 所以后来为什么打仗 因为他跟中国一样 你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地雷岛 甚至是火箭岛 他将来当然一定有底线 我觉得我国安受到 威胁的话 他不得不动手 所以你说要他放弃武董 他嘴巴上面绝对没有办法放弃这个东西 心理上说一定要用武董爸爸 倒不至于 我个人是认为不至于 所以很多乌克兰的这个有跟台海两岸关系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或者可能变成相似的地方 台湾就是要看到乌克兰这样的例子 不能调以轻心 因为说乌克兰是乌克兰 台湾是台湾 不是这个样子 那刚才讲到那个亚述营 亚述营的事情 我倒是觉得 当然台湾将来会 这些黑熊部队 我看了我叫他不是黑熊 是灰熊 我常常取笑他说你们是灰熊部队 白白胖胖的 你说你要打仗 我都不相信 我就说你们这些人不像 但是你没有办法预测说将来怎么样 你台湾这个 也就是你跟我指出来的 有一群人是非常疯狂的 他不是黑熊部队 他是掉入灯营 他已经讲明了 你们将来如果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我要把你们所有讲过 对亲共的人全部 无论怎么样 把你贴一个标签 就上吊 你吊死来 就是Lynching 美国内战 之前黑奴什么东西 你搞了个什么东西 就给你吊死 这种Lynching 有这么一股暗留在 我是从民主理论 台湾不是民族灯塔吗 你有这样的声音出来的话 将来就会出很大的危险 我们不晓得 当然有一部分人 他会怎么 一定有这样疯狂的人 所以这个也是乌克兰里面的 给我们的一个借境的地方 总是有那么一个危险性在 你这个武装部队 在将来 你看黑熊部队已经这样了 他已经公开说是 我们必须要什么 制造靶场什么东西 然后这个曹坤 又是要弄个三十一动 弄武器什么东西弄出来 你不晓得他将来走向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有办法控制 我只是希望说 台湾不会有亚述营这样的事情发生 发生还没打仗以前 已经失去所谓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讲 我这个 就是说很多 这个我们和平运动的人 我觉得是说 乌克兰跟俄国最后打起来 不是他备战 没有备战 大家都想战 这个责任是 我跟你战到最后一人 台湾有啊 也有一个以前的那个 国防部长 美国人说 你们将来 中国跟台湾 打起来的话怎么样 他说 我们战至最后一人 这个都是废话 不可能的 没有 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 最严格的军阀 军阀典里面 没有这个规定 你打到无聊 变成一定死 然后对战局 没有什么影响的东西 你允许你投降 人命是最重要的东西 你光是在那边死 有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不要把战争的东西 想成太罗曼提克 这是什么 英雄什么东西 这个都是错的 和平是最重要 盯着这个目标 大家找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 这才是真正的和平运动 谢谢 好 谢谢黄老师 主持人 感谢观看